雨不斷的下住戶撐着伞站在汪洋中 水深已经淹到膝盖这么高 机车汽车泡在水中物品尽量往高处摆 但想回家也不行因为水全都淹进一楼 水桶的接水用具全都拿出来 这里就位在屏东长治乡湘潭路 暴雨来迪洼地区就会积水 29号下午中央气象署针对11个县市发布豪大雨特曝 经济部水利署也发布淹水警戒 屏东凌落乡长治乡等五区都被列为一级警戒 物质长治乡同样被列为淹水一级警戒的屏东市也难逃水灾 汽车经过两旁溅起超高水花 屏东市自由路玉皇宫前倒入淹水 造成汽机车一度无法通行 警方也到现场摆放三脚锥疏导交通 不只屏东高雄市也有局部大雨 小港的沿海路段道路变成一条小溪 民众骑的摩托车还一度站不稳 只能缓慢涉水而行 凯米台风前脚刚走 南部部分地区29号突然一阵雷雨 让当地居民措手不及 三天新闻南部综合报道 涂翻い替ener 平小鲜 谢谢大家